哈喽 志峰哥 哎呦 你的腿怎么了 哈喽 来 我带了水果给你吃 谢谢 你的腿怎么搞的 怎么 那个练 看看放在哪里 练练 我想 你在节食 然后就没有带 全是水果 而且吃的都是好的 是健康的 不会胖的 我也每天饱受这个折磨 什么蓝莓 然后车离子 现在最贵的 你怎么瘦这么多 没办法 太好看了吧 爷 你太好看了吧 爷 有回到你小时候的那个 我的心已经开始跳了 已经 我再抱一下 我的天啊 我的眼泪要掉下来了 眼泪要掉下来了 那脚怎么回事啊 是崴了是吗 我听他们 运动的时候 那个小腿 我知道 让人家摁 摁完之后 你的脚踝才会 就比较松弛 但因为我排练排练 就忽然间 那个脚踝的筋就肿了 那怎么办现在 晚上 晚上就 跳吗 不能跳吧 还是有跳 但是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太拼了 我有这支 你就在台上就带了这个是吧 因为我有看节目 然后我就觉得你们大家都很拼 对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 腿还是你自己的 不然谁的 就怕后面影响到 我觉得就是来了 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完嘛 对对对 然后做清楚了 然后曾往下走一步 过年期间可以休养一下 哈哈哈 对不对 来 滴滴爸爸 我们走喽 哇 你瘦了以后真好 对啊 因为你很轻现在 哦